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 将人体看成是气、行、神的统一体 通过望、闻、问、窃、四诊和参的方法 探求病因、分析病机、归纳正形、得出病名 使用中药、针灸、推拿、拔罐、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 使人体达到阴阳的平衡 中医药文化渗透于人们的思维方式 传统习俗、生活方式、文学艺术中 发扬传统、土固纳心、中西结合、面向当代 已然成为中医学发展的新态势 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医学的重要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